中文男性王赫帝 先前映出演路剧《苍蓝爵》 收获了超高人气 不料人红是非多 一场网友爆料称 王赫帝在片场的态度有问题 引发了热烈讨论 王赫帝主演的新剧 《战火中的青春》与近期开播 网路上却有自称是该剧灵眼的网友发文透露 有一场王赫帝的镜头 拍了好几次都过不了 灵眼门只能顶着猎羊 不断在背景缠土 导演喊咖后也不能休息 而是再次要求重拍 这时该名网友听见 王赫帝以不炫的态度 骂了一句脏话 怒逼他根本是金玉其外 百去其中 事件在网路上发酵后 不少节目的工作人员都发声替他澄清 强调王赫帝非常有礼貌 不会长麻烦 摆架子 配合度也非常高 美他年年立刻让他洗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